早晨, 今天是4月7日, 星期二早上 隔夜美股方面上升 導致升成1600點 主要衷敬疫情受控 講股慌利方面 今天A股服侍, 北水有回 看看成交會否做好一點 恆生指數高開24000點 不過暫時受制, 升幅收窄 似乎在上個月份13日那支大洋燭 修市位24032, 暫時有點阻力 不過我留意, S&P 500 指數在美股方面 已經有個小突破, 站穩了2640點 所以看看恆生指數可不可以 鎮壓之後, 收復24000點 如果站穩的話, 可以看上年8月份的低位 24900, 如果24000也站不到的話 那就繼續震盪了